欢迎收听OLC主日福音音响 2021年9月5日 常年期第23主日 马尔谷福音第7章第31节到第37节 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 经过七冬向着加里勒亚海 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 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求他给他复守 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 来到一边 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 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 然后望天叹息 向他说 恶法达 就是说 开了吧 他的耳朵 就立时开了 舌节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虽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他越嘱咐他们 他们便越发宣传 人都不声惊奇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 使龙子听见 叫哑巴说话 福音默想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了耶稣在群众面前所行的奇迹 使又龙又哑的人 得到痊愈 这个又龙又哑的人 可能从初离母胎 就听不到 说不出话来 所以没有听过耶稣所说的道理 也不认识耶稣 但是他身边的人 对耶稣非常有信心 把他带到耶稣面前 求耶稣治好他 耶稣也按照他们的信德 给他们行了这个奇迹 我们比那又龙又哑的人幸福多了 可以听见 也可以说话 但是我们如何运用天主 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宠呢 在可以做选择的时候 我选择的是听天主的话 圣言 人的话 好话 赞美 包扬 还是鬼话 坏话 批评 抱怨 是非 在说话的时候呢 我又做什么样的选择 虽然各种媒体的报道 不论是报纸 杂志 或是新闻 越是暴力 写心 八卦 越是受人瞩目 而在这个大环境里 基督徒也无法免除这样的干扰 但是 还是有选择的余地 在与人的交往中 我喜欢听什么样的话 我通常说什么样的话呢 哪些话存留在我的心中比较久呢 哪些话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呢 俗语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因此 负面的话传得很快 也容易被当作社交上谈论的事情 我是否也喜欢传扬所听到的坏事呢 在阿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有记载 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 但看事情的需要 说造就人的话 叫听众获得益处 圣保禄宗图提醒我们 在说话的时候 要过滤 并审慎地决定 哪些话是能见数人的才说 那些会重伤别人 或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话 直接舍弃 当我们听到一些坏话的时候 愿我们都可以选择 让这些坏话到我们这里为止 不再继续传扬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开始 就请求耶稣帮助我们 能够明智神辩所听到的话语 并选择说对人有益处的话 在生活中 愿意下定决心 常常清静 那会造就我们 及他人的天主圣言 容许天主圣言 改造我们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